来看今天的图说天下 青藏高原上的浦沫雍错湖海拔5010米 是全世界高度名列前茅的淡水湖 每年龙冬最冷的时刻 有仙女眼泪之称的浦沫雍错风冻成冰湖 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堆瓦村牧人 也迎来了最佳的羊群转场时间 这个村43户159人全都是牧民 共有3000多只羊 牧人们要赶在太阳爬上房顶前 把羊群赶到湖心小岛 靠那里的牧草度过春回大地前 青黄不接的日子 经过实地勘察 村里的老牧人选择了冰封最后的一条线 妇女们提前用油粪如灰撒上冰面 防止羊体打滑 这条连接湖岸和湖心岛总长三公里左右的灰色小道 成为羊群的安全通道 转场的日子到了 当起明星从雪山顶上升起 牧人们早早起床 烧茶吃完粘巴 从羊圈里放出羊群 走上湖面 最强壮的牧人牵着领头羊 其他几个牧人左右压阵 500多米的羊群长龙 驶向水草丰美的小岛 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 气温升高了 羊群已经整体进入冰湖 冰面承受如此大的重量 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 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裂缝 牧民们必须在两小时内 把3000多头羊全部赶上湖心岛 陪伴着畜群在岛上度过一个月左右 在冰面解冻之前 再赶着羊群返回陆地 这一场羊群与太阳的赛跑 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地方 已延续了上千年